这位51岁的亚裔大叔爆打KO黑人壮汉火遍拳王 虽然不是职业比赛 但从人种运动天赋差异的角度来说 这一世纪值得这位大叔写进族谱光宗耀族 据上一次KO黑人后 最近这位亚裔大叔再次踏入格斗擂台 他这次的对手是一位白人青年 接下来咱们进入全场比赛 看看这位大叔还能不能超场发挥 中间美国白人小伙 大叔开局直接发起满攻 白人小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据开局还不到十鸟 白人小伙直接被一拳放倒 裁判更是毫不犹豫地终止了比赛 大叔的精彩表现引得全场观众为之欢呼 看到对手状态不佳 大叔热情地主动安慰对方 既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人品 整个比赛现场 大叔无疑是最亮的仔 一时间所有人都毫不吝啬地 将掌声和欢呼声赠予这位可爱的老卑鄙 吃赫wirtschaft 吃赫